秋季 又被稱為食育之秋 9到12月也是品嘗秋瀉的季節 海邊的人潮不再是 陽光沙灘比基尼 而是許多前來循洩的民眾 真假老饕 我們一事變之一 有時候吃也不知道它名字 公益我沒有說 台語就是這個塞過馬 這個季節的時候就會過來 台中過來 正德上面這一些螃蟹有沒有 花蟹啊 三點蟹啊 這個也像是椰子蟹啦 椰子蟹 我要是裡面這一隻 花蟹 三點蟹 四蟹 一號花蟹 二號三點 三號 六號 九號 南部都叫蝦蟹啦 然後十號時尋 五號 十一號是蓄蟹 是現在不是季節的對不對 你是問不是季節對不對 那這個小隻的不能吃 它有蛋 對 它有蛋不能吃 好 這隻從來要打孩子 抱軟的 本身它也沒肉了 然後它 我們要 我們要為了要永續 所以它就 還是這個 有蛋的 有蛋的 為什麼有蛋不能吃 因為要繁殖啊 真的嗎 是確定嗎 你聽到剛剛老闆說 現在都沒有蛋的 對啊 剛才我們吃了兩隻螃蟹 現在都沒有蛋啊 不過我問說有沒有蛋 它說都沒有蛋 現在都沒有蛋 那對啦 就是這個 好 我們決定 第一個是抱軟的嘛 再來是尺寸太小的 對 一二七十有賣 這個是不能賣 現在這個季節是不能賣的 對 只要是抱軟的螃蟹 花蟹 三點蟹 十尋 都不可以吃 它抱軟這個 規定九公分 以前是六公分 六公分跟八公分 對 那今年的法規 有比較嚴格 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就請這位 埋頭超小超的少女 告訴大家吧 好 未滿九公分的花蟹跟三點蟹 然後還有一個是 靜止補撈爆軟母蟹 就是有一個期間 然後還有一個 靜補甲殼 寬 未滿七公分的濕水 十九二十公分 很大 這隻好大啊 對 專門留的 待會兒去泡一隻 就都不要吃氣的淚就好了 對不對 不知道耶 也不可能身上帶齒吧 對嘛 哪有可能 我們都是沒有抓 就直接潮菜 就不用回來 就直接丟在海底面就好了 起來不行 它下去還能再活嗎 好 好 喔 長知識人耶 它順利補回家自己養也不行 做這些動作還是該要啦 要不然以後沒有螃蟹吃了 好 好 那就我們就買大隻了喔 黑黑妹 那你買不到這些不能吃的啦 可能 就是比較不會有 可能以後螃蟹不夠吃的狀況 那容器還一樣 要不然還 吃了一年比一年的還要少 看來各位老饕 對於購買選擇螃蟹 都有更深的認識啦 未來請大家務必配合法規 購買符合大小規定的螃蟹 一起維護海洋永續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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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